美國國會有一個報告提出了一個 我覺得差不多是一個指控 雖然是一個事實的記載 他就說曾經在去年10月 自從回歸以來是第一宗 美國政府要求 一個根據香港和美國的引渡協議裡面 的嫌疑的罪犯 而是由特首在第一步協議的機制裡面 拒絕了美國的請求 我的評論是這樣的 第一,我很關注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和美國的協議裡面 1997年以來是第一宗 而甚至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一直看著保安那些協議的執行 我印象中就是 我們和外地的引渡協議 是真的絕無僅有 甚至是沒有曾 特首拒絕過 我們和有簽署的國家 或者體系來引渡一些嫌疑的罪犯 所以這宗案件 就不僅是香港和美國的關係 而是可能會觸動香港和全世界 我們簽了一些引渡協議 那個執行的問題 第二點就是 當然我知道 在那個機制裡面 他是這樣的 第一關就是由特首決定 是不是拒絕這個請求 如果他同意這個請求 他就會代表 由香港政府代表 那個要求方 譬如今次就是美國 然後就去 第一,他會拘捕那個人 在香港 第二,他就會帶他上法庭 然後就由法庭決定 究竟是不是引渡 而最後呢 法庭做了決定 都批准引渡了 最後的特首就搜尾門 換句話說 特首是在前和後 最後都是搜兩關 但是呢 我看完這個美國報告 似乎就是說 特首就是運用了他在頭關 就是一開始的權力 就已經是否決了 然後他就跟美國的申請 這個要求 然後呢 就是不代表 美國政府 在香港 第一,他沒可能會拘捕他 第二,他就沒有代表 美國政府 就是向法庭申請引渡 OK 所以呢 這件事挺嚴重的 那當然我明白 就是 在法律上 是特首在前面 第一關 和在最後一關 就是法院經過批准之後 他仍然是 可以 不引渡的 決定 但是一般來說,美國現在這個報告的說法是,他不引渡,而決定將這個人交到大陸 大家都知道,因為香港和內地是沒有引渡協議的,這個和台灣都沒有了 所以,有可能我估計,他不是一個正式的引渡,他可能是一個內地人,或者什麼人,不知道什麼人 總而言之,如果他是一個內地人,或者是外來的訪客,我用這個概括地說 訪客的期是過了,他就會驅逐他出境,或者他會離開 最後,這個人為什麼會回到內地呢?可能他根本就是內地人 所以他只能夠過了逗留期,就回到內地 這並不是我們所謂的移交給內地的,因為香港如果有一個人,美國認為他是罪犯 而這個人是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話,根本就不可能是移交去內地的 因為沒有逃犯引渡協議 但是如果是真的,他是永久居民都硬將他推回內地,這個嚴重的情況就更大 當然,我覺得在這件事,現在就沒有人知道最新的情況,更新的情況 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要公佈較多的情況,給香港人,以及給國際社會,包括美國 就知道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為什麼會拒絕 如果,切想,當然有很多種可能性 切想就是,如果美國覺得這個人是犯了美國的法律 逃去香港,一個逃犯 如果內地又覺得這個人,又是犯了內地的法律,又逃去香港 一般來說,如果內地是給香港一些資料 而叫他加快來取消那個旅客的 或者疑犯的逗留的簽證 或者逗留期 當然這個人就盡快要回到原居地,譬如內地 但是一般來說,如果有這樣的指控的話 通常你就會給另一個要求方,例如美方 就會說,喂,你就說他打劫,就當 那個人說他殺人 那我就不行 我研究過,我覺得那個殺人 而罪名,他犯了很多地方的罪行 那可能我們真的都需要 決定公道,要讓他殺人的罪嚴重一點 我舉例 通常,如果你有這些資料 你可以在內地容許之下 把這些資料都給美方 解釋給他聽那個拒絕的原因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在國際體系裡面的層次 大家都明白的 譬如你告的那個是販毒50個gram 他告的那個是30個公斤 那嚴重性當然不同 但是呢,如果你完全 內地又沒有給你資料 或者拿了資料,然後又沒有問內地 可不可以呢? 因為同一時間有美方來要求引導 而你又不給美方資料的話 去有合理的解釋 那我覺得呢,就會令到人懷疑 一國兩制實施的信心 記住 引導是家家有求的 是全世界的體系來的 是互相打聯防的 如果有任何一個逃犯 去你的地方 而我們有協議的 你就應該合理地 去進行那個協議裡面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不清不楚 糊塗塗 甚至是有一些 政治的原因 不是犯罪 罪犯 或者是罪行輕重的原因 或者是一些 國際體系可以 認可的一些原因 來無理去拒絕 另一方的引導的要求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破壞香港的信譽 在國際體系裡面 互相無論刑事 或者其他任何 國際協議合作的信譽 也都被人懷疑究竟 究竟是否因為內地的壓力 而強行把一個人 不引導去另一個已經簽署協議的國家 或者地區 如果是這樣 那麼香港的信譽 就會一直下降 還有別人就會覺得 香港 不是一個 可以 自己去 決定 一個客觀的情況之下 在國際的刑事體系裡面 按 一些 國際 認可的一些原則 來 去 辦事 有客觀的理據 的一個政府 所以我覺得 特首 這個指控是相當嚴重的 這個不只是美國 會跟我們關係的問題 而是 我們跟歐盟 跟其他的地方 有簽到協議 或者其他想簽協議的也好 別人會懷疑你 究竟是否一個 可以按一些客觀的因素 來作決定的一個政府 所以 我希望特首 特區政府 會發放更多的資料 如果他的資料 是需要內地 或者中央政府來 首肯的 我覺得他應該盡快尋求這方面 否則的話 他對香港人來說 他是我們的政府 我亦都期望我們的政府 能夠客觀科學 有更多的施政 以及跟國際的一些合作協議 就是合理去執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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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